兩腳平行禮 我們運行觀想 佛妻中美之鄉 都要坐以運行觀想 所謂代理念佛 那代什麼禮呢? 代著一個道理 什麼樣的道理? 就是發菩提心 驗離撒佛 出離撒佛 心窮極樂 信願念佛 那麼對收佛世界 驗離 但是並不是驗離行菩薩大 願意助人 願意扶持佛法 可是呢 並不貪然這個世間 世間 你因為不貪然 所以你也會不忍 世間眾生 迷惘受苦 所以推己及人 將心比心 我們願意呢 順自己的能力 因緣 來 互法慰教 利益眾生 那麼這個是發菩提心的態度 至於我們能做多少 我們就隨緣盡力去做 那麼 行這樣子的 願心呢 我們知道還是很多辛苦 包括呢 我們臨終 我們自己也有考驗 但不能因為有自己考驗 所以我們不理別人 但也不能因為照顧別人 而自己呢 沒把自己分內事 生死的事做好 所以兩全其美 那就是呢 我信任辭民 求生极樂 好 那麼 觀想呢 撒佛世界呢 一些眾生受苦 那麼都是隨夜流感 那 茫茫然然的受苦 而又茫然的融迴 眾生如此 我們自己也會如此 所以今生應該求 超越生死 生其樂 那麼這是 最好的做法 可是要好這個做法 那麼現在呢 就要生起信心 對阿彌陀佛 極樂世界 要有信心之外 特別是 現在我念的每句佛號 都能夠回向 臨終 無有障難 令我決定正願現前 往生极樂 這個幸福最重要 我相信這樣 那相信這樣還要配套 配套就是 我要有怨心 真心 平常生活 就不能貪婪 貪婪 貪婪就不是真怨極樂 你就這麼貪婪 世間 所以呢 要 不能完全放下 那你要減低這個貪婪 那就算正在貪婪 也要知道 這是收佛世界 我的生活的樣態 臨終的時候 要全部放下 要一直告訴自己 就是 生自在的時候 要做臨終祥 那做以上的觀祥 完畢 我們呢 就眼看 眼觀這個聖像 口呢 成聖像 印尼多 我們呢 在收佛世界 不能夠說 我們每樣都討厭 當然也不可能 凡夫 淨土法門是對凡夫用的 所以凡夫的性格 做得到的 他就做得到 往生就做得到 不是說 我要打修行 修要怎麼樣子 我祖師的那種 古德祖師的樣子 我才能往生 那這樣 我進入法門 就不是萬人去萬人去 所以說 在凡夫分上 他沒有要求你說 所有世界 所有你忙都放下 那 不要說 不要說 在家人 出家人 有時候你當然還有工作要做 也不是說現在就全部放下 那難不成這樣子 出家在家人 都沒有念佛 不能往生 那淨土法門還能夠成就什麼呢 所以說他是三根仆輩 所以生俗 都能有姻緣 只是說大家來打佛雞 產生更大的效果 更直接的那種訓練 所以他的放下 並不是說全部放光光 那種能耐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 所以是怎樣 是 你生活中最低限度 英國大師說 敦輪敬奮 就是 因緣有的 你把它保持住 但是呢 下面你敦輪敬奮 其實還有下面 就是 臨終要 能放下 你們都能敬奮 到後來臨終放不下 那這已過了 會障礙你往生 那現在 我們的信願的那個怨 就是說 怨我臨終都能放下 這一點自己要準備了 沒人能幫你放下 放不放下是你內在的心 來打佛雞就是有這個好處 就是割離了你跟世俗的關係 你才有機會想放下這件事 訓練這件事 那你現在再生 你是什麼都放不下 你臨終你說你要放下 很難很難很難 所以你現在 在熟的時候 在生 在活著的時候 你就要 盡量能放也要放 可是放下還要提起 古德講 因為放下所以要提起 是什麼概念 你要放不下你就不敢提 你手裡老握著 你說因為能放下你才能提 你能放下家裡 你才能來寺院裡做志工 你的老放不下家裡 你怎麼抽得了身來寺院做志工呢 第一是這個道理 你平常來做志工學放下時間 現在練佛就要學放下臨終 臨終那種習性放不下 這就叫信願 好懂這個道理了 那我們今後拜佛 都要朝這個道理 發菩提心 驗心信願念佛 挽緣放下 信願提起 六根都市 信願相繼 遠觀臨 口聲聲號 耳聽法音 身座恭敬禮拜 必修共佛之相 心 則厭心信願 則厭心信願 發菩提心 隨緣 父法未教 臨終決定 放下 求生極樂 萬元放下 一念提起 念提起 念提 八 哪 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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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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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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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朵